北明有声 第一集 九江市西郊恐怖屋门口 几个刚从里面出来的学生正在吐槽 这么不吓人的鬼屋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什么嘛 这道具也太假了 逛完了一圈 不仅不害怕 甚至还有点想笑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没意思吧 不如在宿舍里打游戏呢 我的坤都已经八十几了 走吧走吧 这破地方我再也不想来了 说吧 几个学生骑着共享单车 毫无留恋地离开了 看到这一幕 拿着鬼屋宣传单的诚哥 也颇为无奈 生意不好做呀 吓人是一门技术会 可现代人经历过各种惊悚偏的洗礼 心理素质极强 进鬼屋就跟在自己家后院一样了 老板 身后穿了一个清亮的女生 成哥扭头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护士服 身材娇小 尚未傲人的僵尸 怒气冲冲地 从鬼屋里跑了出来 怎么了小婉 女孩叫做徐婉 是鬼屋的临时演员之一 徐婉咬着虎牙 攥着绣裙 朝成哥告起了状 刚才那几个小魂球 想占我便宜 太过分了吧 他们竟然连僵尸都不放过 走 我们去找游乐馆领员 发现一下情况 调下监控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在察觉对方有企图的时候 就先发制人 揍了他一顿 说完 徐婉还抖了一下 护士服边角的血迹 你看 这可不是化妆化的哟 成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干得漂亮 女孩子就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估计没什么游客了 通知大伙 提前下班 然而当他说完后 面前画着僵尸装的女孩 却没有挪动脚步 成哥不由的有些疑惑 还有事吗 老板 徐婉欲言又止 慢吞吞地从口袋里 掏出一封信来 老板 这是陶明和小薇的辞职信 你带他们不错 陶明他不好意思当面跟你说 所以就偷我转交给你 他们要走 愣了愣神 成哥叹了口气 收下信封 算了 人格有志 你也早点下班吧 好的 那我去卸妆了 目送这个呆萌可爱的小僵尸离开 成哥默默地点上了一根烟 半年前 他的父母离奇失踪 只留下了这一座恐怖屋 为了有个念想 成哥辞了工作 全心全力去经营鬼屋 想要做得更好 可惜时代变化太宽 鬼屋这一行的竞争压力非常大 本身又比较冷儿 还存在许多的局限性 比如同样的恐怖场景 看过一遍后 再看就会变得无聊 而不断翻新 而不断翻新 又需要大量的资金 可从几个星期前开始 这栋鬼屋的经营 就已经入不敷出了 一天的门票钱 连水电费的零头都不够 唉 也不知道 我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掐灭了烟头 成哥正要回鬼屋 一个穿着新世纪乐园工作服的中年人 走了过来 看到他 成哥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 胆紧加快脚步 不过对方并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而是快步上前 一把抓住了成哥的肩膀 别又想装着看不见啊 今天我们把事情都说清楚 你水电费和场馆租金 都已经欠了两个月了 上面一直催 弄得我现在压力很大呀 徐叔 不是我不给 是最近资金确实有点困难 你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吧 上个月 你也是这么说的 成哥拍着胸脯一脸真长 我向你保障 这绝对是最后一个月了 这一时 这名被叫做徐叔的中年人 也看到了成哥手里的辞职信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手上的力道 也慢慢轻了下来 你这么年轻 干点啥不好呢 何必活得那么累啊 徐叔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这恐怖物对我来说 意义不同 算是我父母留给我的一个念想 成哥父母的事情 徐叔作为乐园管理员 自然也是一清二楚 他没有回话 过了几秒钟 这才轻叹了一口气 软下心来 唉 我多少能理解你的想法 行吧 我尽量再帮你拖几个星期 谢徐叔 唉别 别谢我 你还是用点心 把鬼屋的门票 多卖出去一些吧 送走了乐园管理员徐叔 成哥直接回到了鬼屋里 开始重复每一天的工作 检查器材损耗 维护道具 以及打扫卫生 人造血浆快用完了 看来 又得再购买一批了 哎 人我怎么给抓破了 卧槽 我这装的工艺灯呢 哪个王八蛋给我偷走了 在外人眼中 成哥是恐怖屋的老板 也算是个自主创业的有为青年 可实际上 这背后的心酸 只有他自己知道 鬼屋是一次性消费 所以市面上很多鬼屋 都采用在各城市流动的方式 不断吸纳新的游客来参观 而固定在某个地方的鬼屋 除了拥有特别大的名气 能吸引人慕名而来 否则都坚持不了太久 所以成哥能一个人支撑这么长的时间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拖着被抓烂的人偶 成哥进入修理间 开始了修补工作 他大学学的是玩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鬼屋里的人偶和激光 很多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所以日常修补也都是自己完成 生偶的修补过程复杂且单调 不仅要将表皮缝合 还要重新上色和做就 眼瞅着就要大功告成了 血浆却在这个时候给用完了 阁楼上好像还有一点 哎 干脆上去看看吧 鬼屋分三层 一二层用来布置恐怖场景 三楼则是杂物间 推开满是灰尘的木门 只见阁楼内堆满了各种被淘汰的气局 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父母经营鬼屋时留下的 为了避免堵物私人 成哥平时很少少来 上一次进阁楼 差不多都是大半年前的事了 而此刻看着这些熟悉的器材 成哥不由地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他们经营的还是流动鬼屋 父母带着成哥各个城市到处跑 有时候小夫妻两个人太忙 就把成哥一个人扔到后台和各种鬼怪道具为完 从小的培养 从小的培养使得成哥的胆子也非常大 毕竟在同龄人玩字幕拼图的时候 他就已经抱着人头模型开始到处跑了 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不知不觉 成哥又走到了存放父母遗物的木箱旁 里面放着一个粗糙的布偶和一个漆黑的手机 布偶是成哥小时候做的第一件玩具 手机他则全无印象 这两样东西是警方在郊区一个废弃医院里找到的 至于成哥的父母为何会在深夜前往那里 没人知道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